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今天这一集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是华语首席故事教练许荣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荣哲 好,很高兴这个许荣哲老师 今天可以来到这个节目 那其实许荣哲老师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也是今天为什么会找他来的原因 因为他是我们在家里经营家庭的 很重要的一个身份 是爸爸 哈喽,妈妈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哦 那其实我常常在书里面写到你的故事 那我想你应该也自己知道你的身份嘛 对不对,在故事里 就是可爱的反派 你有内心有不满吗 你可以趁这个节目刚好可以说出你的不满 没有不满,这都是我应得的 就是你做不好,然后被批评 被写进故事里面 这不是很棒吗 你有受伤吗 没有受伤耶 你一点受伤都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这曾经就是曾经犯过的错误 那有人帮你记录下来 然后他可以出成书 我觉得这太棒了 哇,我好感动哦 其实我要很谢谢你 成就了我这个很多书的这个内容 因为要是没有你,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内容可以写 尤其是其实在家庭里面 你经常是我们家的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对 就是包含有的时候小朋友吵架 然后你跳进去帮某一个孩子做这个维护的时候 你反而最后变成了所有人 就是所有孩子的敌人 你自己有发现吗 有 这个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我为什么会反复犯这种错误呢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男性 然后我是一个理工脑 就是所以对我而言 这个世界上的逻辑不就是应该产奸除恶吗 这世界上的逻辑不应该就是寄落浮情吗 所以当两个孩子吵架的时候 我们就要保护小的 OK,老大跟老二吵架 保护老二 然后老二跟老妖吵架就保护老妖 可是我就带着这种理性逻辑去 怎样去处理事情的时候 就满头包 满头包 好,那这个例子太多了 有一次 就是不是有一次 还是每一次都这样 经常 对,就是老大跟老二吵架 那紧接着我就会出言 怎样维护老二 对,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那个妹妹穿穿突然说 我要换一个姐姐 我要换一个好姐姐 你还记得当时你怎么跟她说吗 对啊,我就说 好啊,那就应该换一个姐姐 然后当时我二女儿穿穿 认识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叫葛爱 然后他们两个情感 感情很老 我就说 那你就认这个葛爱姐姐当你的姐姐啊 这个姐姐会打你 那你就不要认她当姐姐 那这个葛爱姐姐很可爱 对你那么好 那你就应该让她当姐姐 所以你是站在为了这个穿穿的内在抚平她的悲伤 对,我本来以为就是她是弱者 她受了伤了 那我就怎样 我就来帮她忙 然后曾经有一个人跟她很好 那就找她当姐姐啊 对,然后当时我还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老大珊珊当时在旁边一听到你这么说她就崩溃了 对,她就说你最坏了 对,我想说你可以打人可以骂人 那换人家来当姐姐那不是对你一件很好事情吗 照道理说应该好像穿穿应该要感谢你帮她出言正义的直言 对,可是事实上后来穿穿却突然也跳出来骂你 对,所以我就说了 就是我为什么会反复犯这个错 是因为这就是一种理性思考的麻烦之处 就是这个理性思考在这个世界的准则上 它可能是有用的 在一个普世价值可能是有用的 可是当它涉及到一个情感或亲人之间的关系 有情感的勒索 情感的那个包袱 情感的连结之后 我所有的理性思维就完全没有用 所以男性对于处理亲子的问题就困扰非常非常多 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外面做的事情 这样做都是可以的 都是对的 然后大家才承赞他 可是回到家用同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 就满头包 因为偏偏亲子问题不能分对错 对 一旦分对错 你就对立了很多亲子关系 对 那我刚刚在听你这样讲的时候 突然对你有一个很大的好奇 因为你刚刚说老大打老二就要维护老二 老二欺负老三就要维护老三 我突然想到 你在家庭里面不是老大吗 对啊 那你跟弟弟打架或吵架的时候 爸爸也都是维护老二或比较小的吗 难以避免的 所以我后来其实有学乖了 就是怡婷老师里面有一招我觉得 对我这种理性的人最有用的一招叫 让问题跑一回 最好让问题跑个三年五年十年 三年五年就不用回来了 对就是三年五年 小孩都长大了 对对对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 让问题跑一回 最好跑一年两年三年十年 OK那就会有人说 那你们亲子关系就不和谐啊 没关系 我说等他们长大之后 懂事了 我们再来得解 等一下董者你是认真的吗 这个当然有点夸张的一点点啊 但其实有点接近 就是问题就是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我不要介入 不要立刻介入 对我就在旁边一直忍着 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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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到后面会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这两个姐妹就爆出笑声了 她自己解决了 她自己解决了 于是我就是战红的脸就慢慢消了 慢慢消了消了 其实有的时候让问题跑一会儿 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前提是 为什么要让问题跑一会儿 因为你情绪已经在气头上了 对 所以当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冲出来的话都不会太好听 对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当外面有两个人 在冲突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我是继络扶情的人 我就应该立刻出手相救 可是因为家里的这种 姐妹之间的冲突 或亲子的冲突 基本上就是 他们就是亲人 他们终究是亲人 讲一句比较直接话 就是床头大 床尾河 床头吵 床尾河 姐妹其实也是这样 不会插到哪里去 一定都会在一起 对 他们一定会在自己找到一个和谐的关键点自己平和起来 所以我后来每次发现我每次的插手都白搭了 白费力气的其实不用插手的他们都会好 十次有九次会自己好起来 那其实我在学Satir的这个学习的旅程上面已经九年了 就是我从没有学到学了九年 我想就是趁这个节目问一下你觉得我的改变在哪里 你的改变在哪里 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说以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脾气蛮温和的人 然后看到那个姐妹吵架我还是不小心就频频介入 可是我就发现就是当我要开始要转头的时候要骂人的时候我太太就是你啊就是会突然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 就是我怎么那么深情 我是现在要干嘛 不是深情就是说让问题跑一回 就是你不是告诉我 我是拦着你不要冲动 你不是告诉我不要出手介入 你是那个一握手我就知道对让问题跑一回 所以那个瞬间我就知道不是我的事情 现在不是我的事情 而且我一旦出手之后就变成我的事情 对 因为有很多妈妈也会来跟我们提问说 就跟我提问啊就是我要如何改变先生 先生都不听话 然后先生的教养方式都对孩子都不太好 那因为你在这里我就想要问一下 你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我在旁边我有约束你或管束你或者是批判你吗 就是在你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 我的位置或者是我面对你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你的位置比较像是一个降温器 那个降温器有两种嘛 一个就是你手伸出来我就知道 让问题跑一回仿佛就是一个暗示 安全防护所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老婆在这里的我干嘛处理 我老婆是亲子专家我处理个屁 OK 所以基本上它就两个概念嘛 就是看到你的动作 我就想起你书里面的一个讯号 然后再看到你的脸就知道 这个人比我会处理 禅间除恶就不用靠我了 OK 所以这两个讯息对我而言其实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比较想问的是 因为很多妈妈她在面对爸爸就是先生的教养方式不对的时候 她都会跳出来说你其实不应该这样做 那我想问的是我在家庭里面你有收到教养上的约束吗 其实没有啊 就是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啦 就是说但是我瞬间一想 其实真的是也没有想到特别你有去告诉我该怎么做 或者不该怎么做 而是因为你都会去做 但就是一种身教 你做了这样子之后 然后给我看 我也看到了 对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聊天 然后书写 所以常常她处理完之后 偶尔会跟我分享一下 她刚才是怎么做的 所以你是看到我的这个对待孩子的方式 间接的学习 对 所以我常常说我是你的第四个孩子 我就看妈妈怎么去处理我这个三个弟弟妹妹 OK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有个东西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说 就是虽然在书里面 或者我们在现实里面会提出很多种方法 但问题就出在 不是一个方法就可以万用的 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万用的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 我有三个小孩嘛 就是老大跟老二常常吵架 对 那他们为什么常常吵架呢 有一天我突然完全领悟了 理解了 对就是我看到看到有一本书他就讲到说 熊跟狮子这两种动物的特质 对 熊这种动物就是这样 他只要看到有人在看他 这个熊就会抓狂生气 嗯 不能让别人看 你在看我你在瞪我 你要对我做坏事吗 于是熊就会主动攻击你 觉得别人都在挑衅我了 对 但狮子刚好相反 狮子只要看到有人瞪着他 他就觉得我这么厉害你可能瞪我 那你一定比我厉害哦 那我要小心一下哦 嗯 所以熊跟老虎的应对模式就不一样了 嗯 熊跟狮子啊 熊跟狮子的应对模式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看到熊 你就不要看他 赶快杀人 对 看到狮子你就瞪着他 他就会怕你 对 那我们老大跟老二刚好就是这样子 我老大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 熊 就是狮子 哦 是狮子 我的老大就是狮子 他就是怕坏人 对 欺负弱小 这个他最会的 就是怕坏人 有人这样讲自己的女人吗 他就是真的很怕坏人 可是对于妹妹这种比较弱小的动物 他就 哦 展现姐姐的威风 他不是就是一种狮子吗 狮子 对 那妹妹就是也很白目 对不对 妹妹这个人 比较纯真天真 妹妹这个 妹妹就是比较天真 对于 这特别凶恶的人 他就完全不怕 就咬上去 还瞪回去 还骂回去 对他真的是一个不怕权威的孩子 可是他就是相对也很柔软 他其实很善良 对很善良 是只要柔弱的 只要需要帮忙 他一定会帮你的忙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只熊的样子嘛 所以对老二 对这个妹妹而言 我只要用凶的语言去讲他 是完全没有用的 他经常在那里 这个反应之中就暴怒 但是我的老大就是如果用凶的语言 其实相对会比较有效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学到一个绝对的方法 因为你的孩子不是一个绝对子 你的孩子有太多不同的样貌 所以你去看怡婷老师 我到后来慢慢理解 就是我自己孩子之后 再看看怡婷老师的方法 为什么比较有用 因为他比较接近向上问题跑 让问题跑一会儿 或者是核对 或者欣赏 这种东西不是一种直接的针对 而是一种比较相对的包容 而这个包容可以使得万物 正在里面被影响到了 比较自由的去生活 对 我常常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 哎呀像我这么聪明的人 但为什么对小孩就完全没责 因为我用了某一种直接针对亲的方法 就想要去处理问题 其实刚好完全不行 那就像怡婷老师用的一个东西 它相对比较包容 让狮子老虎都可以在让问题跑一回里面 让欣赏里面 让核对里面 他们都可以悠有的展开它的价值 应该是这样讲 让狮子永远是狮子 我们不去改变它 对 让熊依然维持在熊的样貌 它可以自在的掌握自己的特质 对 所以像我这种男性理工脑就是 我就是训兽师 我就是要把你狮子跟老虎 熊都变成马戏团的动物 就是没有办法 我就想要用当训兽师 你讲的太好了 很多爸爸妈妈也想当训兽师 就是要让孩子听话 但问题就会在这个听话过程里面 就丧失了孩子原来的特质 对 但是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训兽师 那么你会很开心 但我会告诉你 你的孩子就完蛋了 你的孩子就变成马戏团的动物 一辈子没什么出息 我这样讲有点夸张了 可是我是认真的 就是我经常举几个例子 就是有些孩子他小时候 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有点坏 就像我常常讲 常举个例子叫侯孝贤 他那个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 几乎就是被当成一清专案 去抓去当流氓的 你是说真的还是 就是真的啊 侯孝贤就是几乎就是 一清专案的对象 对就是侯孝贤当完兵回来的时候 人家就跟他讲说 哎呀你还好去当兵 人家一清专案出来了 就要抓你之类的 他就是坏到这个程度 可是他为什么坏 并不是因为他坏 而是因为有些孩子的能量 像狮子像熊一样 能量太巨大了 可是他又没有找到 他可以去做的那件事情 于是他这个能量就随地乱爆炸 变成破坏了 对就变成破坏 所以侯孝贤当他找到电影的时候 他的那些能量就变得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其实父母在做的那件事情 我觉得更像是 让狮子去做狮子应该做的事情 他就会成为万寿之王 让熊去做熊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回头告诉你 对你是我所遇过最棒的一个主人 你对我做的那件事情叫宽容 让我成为自己 所以我自己在整个成长经验里面 遇到了很多老师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多好 而是他们宽容我 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对就让我想到你在孩子学生的时候 这个就去工作了 但你的老师指导教授都愿意让你去做工作 而不来学校上课 对就是我在念东华大学研究所的时候 我修了两门课 一个叫李永平的小说课 一个叫罗志成的散文课 那当时我在已经是三年级上学期了 我就看到有一个工作 我超喜欢就是联合文学杂志的编辑 那我就没有跟任何人讲 我就直接去应征编辑 而且我真的上了 当时我在想就是什么 反正我想要去工作 我读书也是OK的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罗志成老师 还有李永平老师 他们非常妙的就是 他们几乎是一口同声的 跟我讲的同一个答案 是什么 他说的是 龙哲我很高兴 你去找到联合文学杂志这个工作 我想联合文学能够教你的 比我还要多 恭喜你 他们说的是恭喜我 而不是说你这个家伙 怎么可以不尊师重道 然后就离开 然后也就去了之后才开始讲 才告诉我说我要离开了 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件事情 就是那个宽容 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重要 除非你的孩子就是 也不是熊 也不是狮子 他们就是一个弱小 极度弱小的动物 需要被安排的 需要被安排的 需要被保护的 那么你就去安排吧 去保护吧 可是如果你的孩子 能量太巨大的 那你就去想 他是万寿之王 我想这个 你刚刚在讲到罗志成老师 跟李永平老师 是如何包容你的时候 我要跟听众朋友 稍微偷偷的跟你们说 荣泽老师刚刚在谈的时候 眼眶都是红的 所以我想他们对你的包容 是非常有力量的 有能量的 让你一直记在心里面的 可能也因为他们的包容 跟接纳你的这个 在年轻时候的 各式各样的出花招 所以你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可是你看你却念念不忘的 都是他们 是 所以我说 你的压制 有时候是你想要成为 自己的训受 是成为自己 而不是为了孩子 所以我说那个压制来自于说 我不要你们吵闹 不要你们影响我 可是你会发觉到 他们正在成为他们自己 对 所以我说了 其实说像你讲的 让问题跑一回 看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其实就是 让他们在草原上 尽情的奔跑 奔跑一阵子 所以有时候 父母在开始要去管孩子 或是去跟孩子 有些互相冲突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是在为自己还是为孩子 很好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怕孩子太吵 因为我们想要清静 所以的时候介入的时候 反而是我想清静 而不是你不可以吵架 但事实上就像荣泽说的 如果当孩子在年幼的时候 太乖太听话 事实上这样的孩子 其实在长大的过程 他可能就比较丧失了勇气 或者是去尝试 或者是去碰撞 对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在年幼的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 勇于去尝试 勇于去碰撞的孩子 相对的爸爸妈妈 就会比较头疼 因为他可能冲突会不断 可是相对的 他的创造力也会比较好 对 那其实萨提尔 在这个做资商的时候 或者是他在接个案 有很多时候 他看到的个案 其实他看待的不是事件 永远都是这个个案本身的 内底的冰山里面的层次 所以他经常说 人跟人之间 或者是一个人 他其实都是像钻石一样 津津亮亮的 那行为只是我们看到的样貌 不代表是他自己的内在的样貌 所以萨提尔带领很多人 去看到人的样子 非常的珍贵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待孩子 也是去看待孩子 内在的精量之处 其实不用改变他们 只要放手去做他们 也就够了 对吗 嗯 没错 好 那在最后 我还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问 就是在最近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跟孩子的之间的相处都增加了 那可能摩擦也增加了 因为荣哲也跟着我学习了 萨提尔也有九年了吧 因为我学习了九年了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 我发现我们家在相处的时候 也会有摩擦 那可是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样子是 譬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 全家人换水杯了 那这个水杯是这个愤怒鸟的马克杯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孩子不小心的走过去 就碰撞了几个杯子 我们总共那一套马克杯 有八个杯子 然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 从八个杯子变剩下四个杯子了 就是在过程里面都碰坏了 撞坏了 然后小朋友走过去不小心打破了 那我还记得最后 第四个打破杯子的是珊珊 在打破杯子之前 我记得这个荣哲你还有提醒她说 欸珊珊小心哦 杯子在你旁边哦 你走过去要小心一点哦 不要碰到她哦 好那你讲完以后 珊珊走过去就又碰到了 就破掉了 那其实我觉得 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个 你才刚刚讲完 面对孩子打破马克杯 应该会有很大的怒气 可是你并没有耶 你只是对她说 欸你怎么走过去又不小心 又打破了 好 其实在过去你是会为这种事情而情绪化的 是愤怒的 可是你看走到今天 你已经面对一个打破的杯子 你可以只是告诉她 不是叫你小心了吗 你怎么又不小心了 这个过程 你可不可以这个聊一聊 你是怎么转变的 因为有太多太太 好希望先生也转变哦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让先生转变 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其实我补充一下好了 其实三天我被打破两个杯子 三天你就打破两个 所以我对那个杯子的保护 是比较会在意的 比一般人还高的 对对对 因为刚打破一个嘛 可是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萨提尔 我以前你在学萨提尔的时候 讲到一句话 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所有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对我而言 我一听 对我一个理性脑 就觉得怎么会 怎么是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怎么可能 这不合理啊 像我这种理性的人 我就会随口 就举出一个例子 难道我在路上 被车子撞 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吗 那我这个路上 我这个一个礼拜 被撞了三次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吗 然后还记得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你就问我说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被撞的 晚上 晚上的时候有什么特质吗 晚上的时候喝醉酒的人特别多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出现在你自己身上 当你告诉我说 萨提尔跟我们讲那个核心 叫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这句话对我产生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 我在半夜被车撞 也是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你出现在那里 于是你被车撞的机力最高 所以回到刚才的杯子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杯子最容易被撞破 因为我喝完水之后 就把杯子放在边缘 我如果把杯子收起来 或者放在整个桌子的最中间 谁会撞的破 没有一个人会撞的破 所以就回到那个根源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你创造的机会 创造的各种可能性 让别人来伤害你 对所以我说 其实跟怡婷在学萨提尔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不会去理解 他所有的实行细则 可是他偶尔讲的那么一句话 像那问题跑一回 对我演最省功啊 不理他就解决了 不是最省功吗 然后或者是说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也是太棒了 那不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科学家 就是那个爱因斯坦讲的一句话吗 要如何改变世界 先改变你自己 世界是无法被改变的 因为太多变数了 但是你能做的那件事情 就要改变你自己 所以同样的就是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也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 寄望着孩子为你改变什么 老婆为你改变什么 你从来都没有帮自己去改变什么 其实就是改变自己 看待事件或事情的目光 然后你就会变得很开阔 那我在这个最后 刚刚荣泽说 萨提尔说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正确的来说 萨提尔女士说的是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而是如何面对问题 才是真正的问题 那刚刚荣泽说 那个所有的问题 是自己的问题 是他的权势 我把刚才他的意思稍微 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去做 意思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如何看待一个问题 他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跟诠释方法 那所以每一次要生气 也都是我们的选择 或者每一次我们都可以 去宽广地接纳 孩子是熊还是狮子 这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那今天很谢谢荣泽 来到节目上 跟我们聊聊这个亲子教养 谢谢大家 OK谢谢 谢谢 想知道该如何和孩子好好说话 欢迎你收听我的最新有声书 Satir的亲子对话 里头有更多我和孩子的相处故事 就在一号课堂